明阳三界 恭喜发财 2021年5月28号开服 开服不到60天的时间 已经109级 七修全满 技能全满 三个特技 放下 琴音 极限灵力 极限属性 精青鞋子 498 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 新区最土豪的老板 没有之一 因为你知道吗 胖总当时弄了一个 4技能芙蓉 拍了好几万块钱 当时一本授掘 从最开始的700秒 到后面1000多 开服60天 弄了8只 已经进阶的宝宝 其中还有9技能全红的 电魂闪的防资 素资 在没有元宵的情况下 1.275 1599 的电魂闪 10技能的新造型 球龙 他们现在应该没有虚迷啊应该没有虚迷啊 这个号花了 几百万了吧 我操 兄弟们公平一起输入擦大哥 兄弟们开服不到60天 鉴定出了无级别凝滞啊 野兽之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的魔兽药爵啊 每天都是一个价格 兄弟们 三千万游戏币要花6111 是传统老区的2.5倍的金价 也就是说老板的所有的点修炼点技能所花辈的钱啊 都是双倍的 然后的话再看一下老板的魔兽药爵 高级必杀 500 高级必杀最便宜的话436啊 受决倒不是很贵 9技能的胚子 这对于开服60天来讲的话肯定是一把无价之宝 然后最关键的是他在最点短的天数内 宠修啊都跑满了 其实我现在有种感觉我觉得我商号都是错的 当我老板刷金样了 这样的一个号 在新区开服60天能成这样的效果应该可以打破啊 打破这个新区的记录了吧 金色id那是必须的 我觉得 这个号的金色id 在整个号的投资里就是一根烟钱 老板这个号 7 8 9 10啊 账号是7 8 9 10 这叫水往高速走 人往高速走啊 水往低处流 什么高山流水 什么豹子 什么桃花 顺着的啊 反正是 7 8 9 10 高啊 老板的名字起的也好 得一凹 屌 老板叫告诉你什么叫做屌 这名字起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得一凹屌 这名字起的真他妈秀啊 这个鞋子值不少钱吧 这个鞋子 几十万有了吧 三四十应该是有的 年外年内咱不知道年内 年内的话 其实新区 就像烟花一样啊 它是昙花一现 新区你玩的再牛逼 你投资一百万一千万一亿 但是你出了一年零一天的时候 照样要接受三年内的吊打洗礼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区一到三年级 你是 温市里的花朵 等你到了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高三的哥哥跟你一起上课 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会给你进行全面碾压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现在一年内你是没有人能干扰你 但是你出了一年 马上就有什么 1300 1400 1500 经验的175级带着16段的篮子装备 神马利劈 来你们区当区吧 所以说 现在新区就有这样的机制 也算是不太好吧 出了一年以外的新区 新区的寿命就已经燃尽了 你没有了 投资再多钱都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现在你已经两个月 还有10个月的欢乐时光 尽情的享受这10个月吧 每一分钟 每一秒 都在亏钱 老板介绍一下 花了多少钱了 这个号很难想象 这个常规在 年外 1万多的鞋子新区 3万能买得到吗 老板人傻钱多 人傻为什么还有钱 人家只能说是钱多 没地方花 花哪都一样 当我们兜里有10块钱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瓶宽泉水 做出选择 是喝农夫山泉 喝康师傅 还是喝鱼银 不用选鱼银 因为鱼银不够 还是蜜血冰藏 对不对 但是你兜里是1万块钱 10万块钱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 因为一瓶水的价格 会发生斤斤计较了 老板这60天辛苦了 估计跟他 在网吧包秀似的 没日没夜的 起床不是他 花钱 就冲口袋 不是秒游戏币 就是冲仙玉 什么金色id 还得挑数字 七八九十 名字起的得妖 他这100万亏的这么多 他这号现在 我估计 卖个六七十 应该有人要吧 啊 啊